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发现的曹操木了 是的 上个月的27号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位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一座东汉古墓 就是千年来一直扑朔迷离的曹操木 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提出了质疑 而河南省文物局也拿出了不少的证据 坚定的认为他们找到的就是曹操木 所以这是最近非常热闹的一个话题 那么尽管这场争论的眼下还在继续之中 不过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曹操木一旦能够被最终确定 是否就意味着河南以及安阳从此就会拥有了一个超级旅游情况呢 一起来看看 西高穴村发现曹操木的消息被公布后 这里的村民也没事就聚在警戒区外 吸引他们的不仅有大批难得一见的记者 同时他们也在讨论着曹操木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虽然曹操木还没有完成考古挖掘 现场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 但记者也注意到 一群老人也冒着寒风赶来看个新鲜 曹操木宣布后 无论是本地村民还是附近的市民 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 安阳市又有了一个让人骄傲的旅游境况 而网络上一个致力于人文研究的学者 也迅速的对曹操木的旅游价值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每年将为安阳市带来4.2亿元的旅游收入 至于这个进一步的商业利益这块 我们确实没有过多的考虑 记者注意到 开发曹操木网络学者之所以得出 安阳市每年增加4.2亿元的旅游收入 主要的依据就是 今年安阳市黄金假期旅游者人均消费为214.8元 用这一数字 简单的乘以秦始皇兵马俑黄金假期200万游客的数量 就得到了4.2亿旅游收入的数据 但这样的计算方法公布之后 就不断的遭人质疑 那么一个多次被盗的曹操木 他的市场号召力 是否能和秦始皇兵马俑抗衡呢 记者注意到 秦始皇兵马俑 拥有7000多件陶马陶勇 青铜兵器数万件 同时还拥有大量的战车等文物 宏大的景观令全球震惊 因此才能在黄金假期拥有200万游客 那么曹操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在曹操木被特警实施24小时警戒保护后 1月1号 本栏目记者被特许首批进入考古发掘现场 记者看到 这座东汉大墓由前室后室 以及四个耳室组成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 墓室显得并不大 墓中物品也基本被清空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 就是这三个盗洞 他们无声地讲述着 这里曾被盗墓贼多次洗劫 总体上 这个失去了大量文物的皇家墓葬 多少显得有些苍凉 那么您认为 一年四月二个亿是过于乐观的呢 还是不乐观呢 这个我们无法评论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搞经济的 所以说不太清楚 这个是不是这个预测的合理啊 或者是将来真的有这样的效益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只是从专业上来 从考古专业上来说 来来来来 在做这个保护性的讲究发掘 就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样一个曹操墓 究竟能为安阳市 带来多少旅游价值呢 在很多专家都无法做出判断的情况下 记者也来到了安阳市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遗址 作为殷商时代的都城 这里的馆藏文物数量和种类 远远超过了曹操墓 记者注意到 他的门票价格为61元 每年旅游收入的话 能到1000万左右 人次呢 人次是25万左右 李小阳告诉记者 殷墟的旅游收入 目前只够维持他的日常运转 基本没有利润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 位于安阳市区的袁世凯木 这里的门票只有20元 每年的收入呢 到五六十万左右 从安阳市现有的殷墟遗址 和袁世凯木的经营情况看 短期内 曹操墓为安阳带来巨额旅游收入的 可能性并不大 同时当地也有消息称 曹操墓方圆2.5公里范围 将建保护区 这也意味着 将对道路环境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提到有一位学者 是用西安兵马俑作为参照系 来评估曹操墓的旅游收入 其实安阳本地 殷墟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点也不亚于请兵马俑 没错 当年啊 为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呢 投入了两亿多元 来进行文物保护 以及环境改造 但是目前每年旅游收入 却只有一千万元 两亿多元投入 短时间内还难以收回 那么这个多次被盗的曹操墓 对安阳来说 到底是旅游金矿呢 还是第二个音须 目前还没人 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不过即便是如此 曹操墓仍然是个抢手的香伯伯 我们也注意到 之前也曾被认为 有可能是曹操下葬之地的 河北邯郸和安徽伯州 也加入到质疑 安阳曹操墓的争论之中 河南省文物局公布出土器物 并宣称确认曹操墓后 质疑声此起彼伏 媒体和专家 对曹操墓质疑最多的是 仅凭几块写有 魏武王字样的石碑 和魏向石作为核心证据 确定曹操墓 显得多少不够充分 或许是为了普通证据 当记者赶到河南省安阳市 西高学村曹操墓现场后发现 当地的公安人员正在张贴 敦促盗墓人员上缴文物的通知 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 河南省文物局面对国内媒体和专家的质疑 召开了一个说明会 虽然河南省文物局召开了说明会 但质疑声仍然持续不断 记者在西高学村采访时发现 前几天还在监信 这就是曹操墓的当地村民 现在也被搞糊涂了 出土文物分量不足 是确认这座东汉大墓 就是曹操墓的硬伤 因此河安阳义和之隔的河北省邯郸市 也开始不断的发出各种质疑 他们认为2009年12月27号 河南省文物局宣布确认曹操墓 并出土器物250多件后 只将公众展示了很少一部分文物 因此河南省文物局应该公布所有的文物资料 以及发掘的全过程 便与更多的学者进行科学的判断 刘新常从事历史研究三十多年 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曹操墓的研究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收集其他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探讨中不仅刘新常和申有顺认为 确认曹操墓的证据不够充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海生也认为 曹操墓不涉及国家机密 虽然出土的课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碑和枕头 但是这些文物是在盗墓分子多次光顾之后取得的 并且曹操墓的论断是推论 因此确认他还需要严谨的态度 考古考古要有充分的考古的依据 考古的证据 那你在这一点上你没有 你没有那就产生了质疑 这也就是在现在学术界和理论界 对他所反应最强烈的 既然你有就拿出来 是不是还是为了下一步的草作去做呢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断而止了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曹操的墓地具有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牵动着各方神经 河南省文物局确认曹操墓坐落在安阳后 不仅河北邯郸质疑声不断 就连曹操的家乡安徽博州也迅速派人前来了解情况 那么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这个力度 第二呢就是所有的证据 就像专家质疑的这样 他都存在的这个缺乏 第一手的这个直接例证 所以说呢这个曹操墓的这个 这个有关是鉴定 包括相对相关的一些其他情况 我们觉得还应该有待于这个考古 这个工作的进一步的开展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文物出土 来更加有力的证明这个墓就是曹操高龄 历史上曹操墓的下落迷雾重重 给后人留下了72余种的民间传说 发现曹操墓不单可以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以他的知名度无疑也会对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到底归葬何处 无论是紧邻安阳的河北邯郸 还是曹操的老家安徽伯州 都希望河南文物部门能够进一步探寻到铁证 彻底打消这些疑点 其实呢这三个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曹操墓无论最终在他们当中 哪个都应当和现在的文化资源 整合起来形成系列的旅游产品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河南安阳拥有全球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 因需已知 它的存在不仅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 而且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 因为甲骨文的出土我们解析了 另外还有十五考古证据的发现 以及与史书之间的对造 他们符合这个二重证据法 这可以证明依序遗址 安阳不仅作用商代出城 依序遗址 同时民国时期最高统治者袁世凯的墓地 也坐落在安阳 是这个封建 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回光环照 而曹操墓的加入 无疑会帮助安阳实现三代帝王梦的旅游拳头产品 记者注意到2008年 安阳市虽然实现旅游收入 42.6亿元 但政府的目标是 2010年旅游总收入 力争达到50亿元 2015年还要再翻一翻 达到100亿元 因此对安阳来说 曹操墓的存在意义重大 离开安阳 再看一和之隔的河北邯郸 作为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邯郸拥有文物古迹 多达1500余处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邯郸拥有曹魏建安文化遗址 因此邯郸市也一直期待在辖区内发现曹操墓 打造曹魏文化旅游产品 并以它作为领头羊 带动市内其他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 记者注意到2008年 邯郸市实现旅游收入40亿元 但他们的规划是到2010年 实现旅游收入翻番达到80亿元 因此看到安阳曹操墓证据不充分 邯郸也成为质疑曹操墓声音最响亮的地区 对于这个认定的结论 我觉得应该深入 不仅是河南安阳河北邯郸 希望通过曹操墓打造旅游产业 同样安徽博州也对曹操墓充满了期待 博州的城市形象定位之一 就是曹魏故里 同时博州也拥有曹操祖父曹腾宗族墓 因此博州也有人认为 曹操也有葬在博州的可能性 记者注意到 2008年博州市实现旅游收入10亿元 他们的目标是力争三年内 旅游总收入达到45亿元 而采访中对安阳曹操墓的确认 博州方面也持质疑态度 曹操墓的具体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主观的问题 面对各种质疑之声 河南省文物局在去年最后一天 又专门召开了一个考古发现说明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表示说 大墓当中发现刻有魏武王名文的同类石碑 一共是有八件 除了一件是从盗墓分子的手中追角而来的 其他七件都是科学发掘出土 觉悟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 但是马上就有人来反驳他的观点了 在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新常看来啊 这种推理论证的方式显得不够严谨 而且根据他的研究 安阳曹操墓有些地方呢 也与历史记载不相符 那么河南是否能够保住这个曹操墓 给当地旅游经济增加一台重量级的发动机呢 一分半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发现一个曹操墓在文物考古上的价值有多高 我们不好估量 但是他在社会文化领域所引发的轰动相应 却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是的 这段时间啊 不仅国内不少媒体连篇累读的跟踪报道 我还注意到就连日本韩国这些拥有不少三国迷的国家 他们的媒体也在大量报道曹操墓的最新发现 一条文化新闻演变成社会新闻 又变成了国际新闻 这给曹操墓未来的文化旅游开发呢 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但是呢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必须要打消围绕曹操墓的一个又一个的疑点 让人们能够真正意读这位历史名人的魂归之所 安阳能够为我们打消这些疑点吗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刘欣常认为 这座东汉大墓不能确认为曹操墓的疑点之一 就是经过盗墓贼多次盗绝之后 墓中仍然出土了金银玉和玛瑙的装饰品 以及水晶珠 这和曹操的遗令 金耳珠玉铜铁之物 亦不得诵严重不服 这些都是曹操 在遗令当中验进陪葬的东西 结果出现了 这个怎么解释 此外 让刘欣常想不明白的是 墓中出土的不仅有玉石马脑 就连八枚石牌也分别标明了 陪葬物品中有隔壶大脊大刀的 同样和曹操的疑令不服 这钢铁座的曹操 通贴之类 通贴之类都不让 卖葬 结果母葬当中出来这些东西了 怎么解释 刘欣常告诉记者 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武帝类》 记述了曹操下葬时的情景 其中两句特别提到 喜不存身 为福是何 意思是说 为了严格遵守曹操的遗令 曹操生前所用的印系都没有随葬 如果曹植的文章属实 那么这个出土金银珠宝的东汉墓 很可能就不是曹操墓 而对这一话题 考古队长潘伟斌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这些珠宝玉石都是用来点缀衣服的 算不上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不算违反曹操自己定的 金银珠玉铜铁之物 亦不得送的遗令 刘新长的第二个疑点是 三国志明确记载曹操的后妃 辨识与其合葬 其他历史典籍也显示 辨识死亡时年龄为70岁左右 但目中两个女性骸骨年龄 分别为40和20岁 明显与历史记载不符 但这些问题 河南省文物局邀请的专家 也无法下结论 说明会上 他们更多的是对为何没有墓志明 为武王封号的真实性等问题 进行了说明 曹操墓 无一件墓志明 我们认为了 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虽然河南省文物局 对这座东汉大墓 就是曹操墓信心百倍 但刘新尝却认为 在缺乏核心证据 很多疑点没有弄清的情况下 这座东汉大墓 暂时改名为曹魏大墓 比较妥当 等找到更多确切证据 证明这就是曹操墓实 再为他证明也不迟 对这个下结论 做顶论 认定的结论 一定要深重 此外 刘新尝还告诉记者 和没有被盗掘的墓葬不同 这座东汉大墓 多次被盗墓贼光顾 里面出土的器物 是否是后人 处于某种墓地放进去的 这种可能性 也需要排除 在这个二号墓里 直接出来 为我直接的证据 有垂带着它的文物 那还有其他地方能代替 所以它的规模在 没有其他墓 发现大于这个墓 所以这个墓 应该是确定无疑 那么这个墓的周围 真的没有更大的墓吗 考古队长的话 让人并不放心 关键是 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地下都也是未知的 不知道啊 我们不可能啊 动员多少万人 上阵 是吧 把全省 把全国的 山山水水 是吧 所有的田野 都去探一遍 那不可能的 目前曹操墓是否在河南 这座东汉大墓 是否是曹操墓 正反双方都争论的很激烈 就在双方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记者跳出这一事件 也来到了同样处于安阳的 殷墓遗址 在这里 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假古 都呈现在观众眼前 蒋检元告诉记者 和曹操墓不同的是 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 就没有听到 有人质疑 殷墓遗址是假的 正因为如此 殷墓 才吸引了大量游客 现在还有增加质疑他吗 好像我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声音 资料上看到的话 也是上世纪初的了 也不是这个世纪的了 那你认为曹操墓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质疑他呢 还是要本身 这个出土文物 是否跟史料记载 可以对照 而且要评价期间的 这个逻辑关系 是不是很强 来判断这个墓葬 是不是真正存在 这场围绕着曹操墓引发的争论 看的也真是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考古专家 所以对这个话题 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希望 最终的结论 应当是经得起任何检验的 这毕竟是对历史的尊重 也是对后人负责 是的 同一个曹操墓呢 可能在不同的人眼里呢 有不同的形象 对历史迷来说 他满足了多年 悬而未解的好奇心 对专家来说呢 他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对政府来说 他能带动一方文化旅游热场 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看待曹操墓的发现 否则就很难避免会演变成 又一场抢名人的口水战 当曹操墓被宣布确认后 安阳警方也迅速调动特警 在现场拉出了警戒线 各枪实弹24小时时期 对24小时 包括监控和武装巡逻 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这样能确保我们国家 公安机关也再次敦促那些 曾经盗取曹操墓的犯罪嫌疑人 尽快上缴文物 并对能够提供有项线索的举报人 最高提供10万元的奖励 安阳警方的一系列行动不仅是在保护文物打击犯罪 他更显示了安阳市要保住曹操墓的决心 调查中记者发现 不同城市争抢名人 并引发口水战的例子并不少 2008年为了争抢诸葛亮公庚地的大旗 湖北省湘凡市率先出击 打出了诸葛公庚地 山水湘凡城的电视广告 湘凡的行为也惹火了南洋 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明确的写着 成本不一 公庚于南洋 怎么1700多年后 诸葛亮却跑到了湘凡庚地去了呢 于是两个城市各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证据 打起了口水仗 专家分析 南洋捍卫诸葛亮公庚地 是因为2008年南洋市旅游综合收入为56亿元 而到2012年这一数字将要达到150亿元 如果相反把诸葛亮的公庚地抢走 可能会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 另外两个城市距离这么近 如果不反击的话 不知对方还要抢什么 而对于进攻方来说 相反2008年旅游收入47亿元 为了迅速提升旅游收入 也需要一些概念来支撑 同样的例子 在今年8月再次发生 四川江游和湖北安路 也同样为了抢名人 扭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 事件的起因是 今年8月 湖北省安路市的一条 李白故里银杏之乡 湖北安路欢迎您的广告片 引起了四川省江游市的不满 对这条广告 四川江游表示 李白出生在江游 并申请了李白故里的商标 不允许安路市使用 而安路方面也表示 李白在安路生活了10年 当然可以使用 李白故里的广告词 最终国家工商总局 判决安路可以使用 李白故里的广告词 而目前抢名人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现象 参与争抢名人的城市 都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同时也反映了各地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 开始进入争抢资源的阶段 当曹操木的争论 不断升温的时候 我们还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就是在历史文化产品的开发上 我们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曹操无疑是中国的历史人物 可很多游戏迷都知道 最著名的几款三国游戏开发商 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他们用中国历史包装的文化产品 同样能够风靡全球 而日本韩国借助他们 本国历史人物创作的影视剧图书 在中国市场也常常掀起 一波波销售热炒 从这个意义上说 面对曹操木 我们的眼光不应当 仅仅盯在他的真假之变上 还要多想想 如何把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转化成带有中国符号的文化产品 在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文化产业的活力 被前所未有激发了出来 他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 正在逆势上扬 希望这个背景转换 能促使大家用新的眼光 来看待曹操木的价值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播出的今日观察 将继续推出系列节目 2009中国经验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G20峰会上 中国行动为何备受关注 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 中国声音为何赢得喝彩 请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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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